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福原爱日前把其中一名男性家人带回日本 而且一度失联 让江洪姐不满上网抨击 最后演变成隔空护杠 本看独家掌握消息 几月二三号福原爱来台探视家人 结果闹到警察都上门来当合适了 根据福原爱单方面的说法是 到晚上才真正带着男性家人离开江家 但仍无法带走女性家人 由此可知啊 福原爱原本想直接带走一对家人 但跟江洪杰条件没有谈拢 才导致如此家人分离 我当然一定会很想他们 但是我觉得还是他妈妈啦 对 还是我觉得还是要让他们得到 觉得我们就双方 不管是爸爸妈妈都可以很爱他们 对 我不会去排斥这件事情 另外根据江洪杰的亲友透露 双方对于家人跟福原爱的相处细节 认知不同 当天场面真的闹得很僵啊 最后干脆问家人自己的意见 结果女性家人选择跟江洪杰不愿离开台湾 天真无邪的男性家人最后还是跟着福原爱走 有你们的支持我一定会开开心心的走下去的 咱们东北人就是这么乐观 只是福原爱把人带走之后 并没有履行跟江洪杰视讯联络的约定 事件就此炸开 不仅江洪杰暴怒 据传女性家人的内心也为此受创 毕竟小小的心灵无法理解大人的世界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 尤其男性家人要离开多久 什么时候回家都是未知数 每当无辜的家人难过问起 江洪杰和爸妈也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如此无能为力 正是因为去年7月调解离婚时 约定是双方共同的权利 福原爱也为了一面倒的舆论展开公式 抢在江洪杰生命之前的公开说法 坦诚坦是几次受挫并不顺利 而他连夜把男性家人带回日本都累了 更反咬江洪杰违反保护规定 至于为什么福原爱会突然发声明呢 据了解他与家人回到日本后 发现新闻排山倒海都是江洪杰的发言 引起舆论一阵讨论 他觉得不公平 现在台湾并没有经纪公司可以代为发声 于是主动透过朋友找公关公司 表明自己一切过程都是合法立场 虽然合法归合法 解尼归解尼 但是翻翻福原爱的过往 先是留下妈妈和一对家人独自回到日本 又被拍到和当时还是已婚的学弟贴身陪伴 现在悄悄从台湾带走男性家人 根据日媒引述当地业界人士分析 福原爱回到日本途中对江洪杰先冷处理 有可能是怕南方阻扰 没想到南方后来喜思极恐 发现状况可能不妙 反应才会如此巨大 如今男性家人到底是否顺利能够回到身边 也成为外界关注的焦点 江洪杰也只能祈愿 一直都希望家人能与福原爱小姐维持良好关系 过去这段时间都主动保持家人与福原爱小姐的联系 也希望为了家人 彼此都能够有相同的理解与善意